吃过饭大声地讲出来 不过叶框石到底 他那一天参加的人 有多少人有谁去跟他吃饭 来我们看一下 头低到不行 但在眼睛的就是之前淘机总经理林鹏良 旁边还有江东部长叶框石陪同 当时淘机爆发性骚扰事件 林鹏良每一下台轻松过关 因为他是叶框石旗下的叶派交通帮 从叶框石手中接任中华邮政院董事长 温文奇笑得好灿烂 他也被立为点名是叶框石人马之一 叶框石和林鹏良是学生关系 老师提拔学生步步高深理所当然 而温文奇还有华航董事长孙宏祥 跟叶框石都是多年好友 交情匪浅活跃交通帮 林鹏良也是叶框石一手把他提拔 去当淘机的总经理 现在又跑去当华航的总经理 你看看 林鹏良在桃园机场当总经理的时候 处理事情一岔糊涂 一年公关会600万 红色领带精致有质感 名牌领带这是林鹏良最爱 立委加码爆料 叶派要求林鹏良 时任淘机总经理 公关费600万 比副长长级还多 花钱买爱马士领带 没送外宾反而成为自己礼物 叶派联聚会也很好收 叶派联很爱喝酒 而且也很会喝酒 他不是点钱的政务官 他是应酬部长 立委外考中的高档餐厅 菜色多元 最有名的招牌菜就是东坡肉 内部中华华令 专走高档路线 顶级包厢要价8000块起跳 还供应坡塔洋酒 一场聚会花下来绝对破万 叶派联一场豪华的业 意外承承出业派交通帮 三天新闻台北综合不到 所以齐曼 现在人家都质疑说 你到底有没有跟徐旋一东吃过饭 叶派联应该讲吧 他本来就是有意味要说明 对不对 他假如真的是没有跟他吃过饭 那就出来开记者会讲清楚 你没有跟老婆的老婆出来 他哭哭啼啼 然后自己说什么 因为好像大家在给他政治打压 其实有没有吃饭是一回事 你又没有因为吃饭而影响你的决策 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呢 这个极品宣那个晚宴 然后这个叶洋史又出来成亲 避重就亲 说什么林鹏良是他的 是刘威琪的学生 主兵不是他 然后这个讲了一堆 林鹏良是南部人 大家也知道林鹏良就是你 月框石的学生 这个有什么好骗的 对不对 林鹏良从原来带高铁 后来来淘机 淘宴机场担任总经理 就是月框石的提拔 这个人进阶制的事实 这个有什么好 所以他是 好辩解的嘛 以前不是有一个古文叫做 彭党论吗 他们现在在彭党吗 是啊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为什么大家当时 桃圆机场刚刚播出的委员提到 台湾机场出了那么多包 落后 流水 电池 他们便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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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鹏良不动入山 为什么不动入山 就是因为 月框石在挺他 他刚刚出口就对了 刚刚出口 月框石为什么挺他 是他 当然是他背后的这些政商关系 尤其是江仪化 跟总统府副民长 当时这个高朗 是他的这个大学的 大学人认识的救世嘛 所以有那么绵密的一个政商关系 有那么绵密的这个 这种在政坛里面 江仪化当他的一个靠山 当然他道歉 他怎么会跟全民道歉 ETAG他怎么会跟全民道歉 喝酒怎么会跟全民道歉 当然是跟江仪化说 对内阁带来困扰 他表示歉意嘛 这你猜一下 这他们喝了会是什么酒 他们 在景品圈喝了会是什么酒 喝了是不应该喝的酒 不应该喝的酒 那一瓶多少钱 不晓得 不应该喝的 不应该喝很贵哦 是20万以上 你不能用 严盛文的标准去看 所以我觉得业部长应该要 赶快 看是为了喝酒 还是为了吃饭 还是为了ETAG 夜框石的酒量 最没有三款 你最没有 那太可怕了 到底喝了什么酒 我们也不知道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现场